赵佐佐和威尔举办婚礼 江小玉写子当中抢婚 乔乔激动地开口说话 江小玉的心中始终都是赵佐佐和乔乔 面对苏婉晴的逼婚 江小玉逃避了 心晦意冷的苏婉晴 将自己的股份全部转让给了孙总 打算离开和丽莎回到美国 江小玉在得知后 立马赶到机长和苏婉晴到了别 苏婉晴彻底想明白了 当初两人在一起就是一个错误 最终选择和江小玉分手 还劝江小玉回到赵佐佐的身边 回到家里的江小玉心经低落 王佩霞知道江小玉分手后 看出江小玉心中还有赵佐佐 便劝江小玉和赵佐佐复婚 但现在赵佐佐身边有了威尔 江小玉更是没脸在提复婚 威尔和孙总成为新的合作伙伴 因为孙总对江小玉做的事情 赵佐佐佐不喜欢孙总的为人 威尔准备去新加坡开启新的事业 想要在离开前线和赵佐佐举办婚礼 现在乔乔的情况也逐渐好转 赵佐佐答应了威尔的求婚 得知消息的江小玉彻底坐不住了 江小玉的心中从始至终都是赵佐佐 为了乔乔 为了和赵佐佐这么多年的感情 在赵佐佐和威尔大婚的当日 江小玉带着乔乔当众抢婚 江小玉勇敢表达自己对赵佐佐的感情 乔乔看着赵佐佐即将和威尔结婚 竟然激动地开口说话 乔乔希望赵佐佐和江小玉在一起 赵佐佐看着开口的乔乔感到十分惊喜 最终将小玉带着赵佐佐逃婚了 一家人终于在一起了 想了解更多精彩内容 请点击关注